我們的怡貞姐 劉怡玲 尖叫聲 哈囉 大家好 我來自高雄耳鼻幼科的護理師 劉怡玲 劉怡貞 謝謝 怡貞姐的這個網路點閱率非常高 真的 已經快20萬 累計要20萬 好厲害喔 對你的工作生活有受到影響嗎 就是其實會有很多的朋友會來到診所 幫我加油打氣 就是不管是患者或是認識或是不認識的朋友 都偶爾會跑了一兩個進來知道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要掛合喔 不不不 我來看劉怡貞 欸 你要加油喔 這樣喔 然後他就走了 沒有啦 剛開始的時候就說 這組都煮過什麼的 對啊 基本上一瓶以上 很可愛啊 這麼多鄉親來會來辦幾次 對 今天很多的我的朋友 然後我的家人 然後還有我的很多的親朋好友 從大老遠 從屏東 從高雄 就是早上很早 然後就一路這樣子 就是坐遊覽車 然後來到這邊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應該這樣講說 其實這個怡貞姐在比賽的期間 其實爸爸是生病的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其實他也是 一方面還要照顧爸爸 二方面又覺得說 這也是他 可以努力的 讓父親開心的事情 那其實今天很開心 能夠 媽媽能夠來到現場 媽媽揮個手 媽媽好 媽媽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劉媽媽 你跟媽媽姿勢很強 有啊 有啊 所以他現在去菜市場 他就說 劉醫師我跟你說喔 比利劉醫玲哥 他啊 沒有啊 是 那今天 很多人都可以來到現場 就唯獨爸爸不可以來到現場 那因為我覺得 爸爸在前 大概這半年之內 就是身體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變化 原本很健康的身體 突然間就是臥床 就沒有辦法起來這樣子 讓我頓時之間我覺得 必須要爭取一點時間 去做一些階段性的任務 那所以我覺得 剛好有這個 醫護組的擂台賽 那我就來衝 在比賽過程當中 其實有兩度 醫院發通知 就是病危通知單 那所以我一直在覺得 我很怕我來不及 雖然爸爸沒有來到現場 那其實爸爸有一首很愛的歌曲 那我希望我現在可以唱給他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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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這一斟姐 因為她知道這首歌就是要給爸爸的 的歌曲 我覺得唱起來就像她自己的歌 而且真的是滿滿的感動在裡頭 很棒 很棒 好 謝謝 帶來這首阿基拉的 好壞都是命 好 來 掌聲歡迎 接下來劉怡霖帶來的歌曲是 《好拜都行嗎》 楊高名 天地這麼大 隨人五十名 吹無一條路 無君行 吹一聲 愛情啊 歸流眼歸暈敢無聲 唯咯天公仔 白來騷擾我 唱我的喜愛來頂山 歸流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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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歸流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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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流血 一關的名 彈一聲一名老 一款人是罪一款名 一款人是罪一款名 謝謝怡霖 貞姐 這個 老師好 這個實在是太強了 我覺得你的愧靠跟那個氛圍 掌握在一個我覺得唱 台語歌最重要的那個 有一個俠女的那個個性 就是你的推拉是讓人會被你 雖然沒有真正被你推拉到 但你那個氣場是會把我 往前往後推拉的 這可能跟你在打針的時候推拉 也有一些技巧有關係 我覺得很精準 每一個 這才叫一針 推的很精準 但是精準當中卻 不失你應該要的感情 我覺得這個是最厲害的地方 謝謝老師 真的我覺得 這首歌是我聽過你唱幾次的歌裡面 我覺得這首歌是最好的一次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你沒有太炫技 但是你唱出這首歌 是你對人生的一些看法跟真誠的感覺 我覺得誠意很重要 然後你這首歌 我覺得唱出你心裡面最真誠的感覺 我很感動 然後 覺得 最後一次了 我希望你可以去參加別的組別 我還可以再聽到你唱歌 我覺得這是 大家都很希望的事情 謝謝老師